好,我们今天要开始第八章 基督徒可以吃祭偶像的食物吗? 在美国大概比较少这样的问题 不管在中国或者是在台湾 我们这些很多家里面可能都还不信主的人 逢年过节一定要拜 不管拜祖先,拜神明总是要拜 扫墓的时候也要拜,对吧? 那么要拜祖先,拜神明,扫墓 一定得预备生理,对吗? 那生理,那些生理到底最后是谁吃掉? 自己吃掉 那问题是在这里 假设今天一个父母 刚刚拜完神明,然后儿子正好从教委回来 诶,儿子啊,来快快快,赶快来吃 这早上我刚刚拜过神明的 赶快,今天这个东西好好吃啊 妈妈给你准备,父母都给你准备好 摆在你的面前,到底吃还是不吃? 我现在就祷告了以后再吃 祷告了以后再吃 好,还有没有? 少吃一点,不会吃 少吃一点,还有没有其他人? 我不吃 如果不会绊倒人 如果不会绊倒人 所以如果不会绊倒人就吃 还有没有其他人? 我不吃 你不吃,为什么?不好吃? 我照神的话 好,ok 两弟兄呢?吃不吃? 第一件跟他一样 第一件跟他一样,其他人以上那一同 所以我的问题是在这里 我觉得华人的基督徒会面对这类的问题 对不对? 特别是你的家人可能 也已经知道你是基督徒 但是他刚刚明明拜过神明 然后他也刚刚拜过祖先 然后就跟你讲 哎,这个是刚刚我们拜过 好吃啊,赶快不吃 吃的,不吃就坏了 到底吃还是不吃? ok,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祭祖? 拜神明 这个佛联过节 这个祭祖先 要不要祭祖? 罪念 罪念 那要不要拿香拜啊? 不拿香拜 不拿香拜怎么办呢? 如果被修理了 就鞠躬 鞠躬 对,有的有的不谅解 像我妈妈那个时候就是啊 我们就是不拿香 就鞠躬 所以这类的问题其实困扰很多的华人基督徒 对吧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上呢 从这一个 从保罗的角度里面来看 到底我们怎么面对祭偶像的事情 还有怎么面对吃祭偶像的东西 好,请打开这个 我们今天给哥利多潜书第八章第一节 好吧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演 来 在讲书里面有 论到祭偶像之物 我们小的 我们都有知识 但知识 是叫人至高至大 我有爱心 能造就人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 论到祭偶像之物 我们小的 我们都有什么 知识 所以换句话说 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们都明白 到底吃祭偶像的东西可以 还是不可以 所以保罗有这等的知识 但是他的问题是在这里 他说 但知识 是叫人至高至大 我有爱心 能造就人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上下文 你就知道 保罗在哥利多前书第八章 他不是在讨论 可不可以吃 既偶像的东西 他是在讨论 爱心跟知识之间的关系 嗯 爱心跟知识的关系 各位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有时候你有知识 但你不一定有爱心 对吗 所以知识叫人至高至大 唯有爱心 能够造就人 但是不可否认的 这个保罗呢 也谈到了吃祭偶像的事情 那我们看看 保罗是怎么的看法 我们看讲义 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吃 祭拜偶像的东西 还有从市场买回来的 祭拜过的偶像 到底 祭拜过偶像的食物 到底可不可以吃 这有一个重点是在这里 背景就是哥林多这个城市 不但是一个道德败坏的城市 哥林多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偶像伶俐的城市 换句话说 有各式各样的神明在哥林多城里面 所以换句话说 你到市场去买一些的东西呢 买肉啊买什么 有可能这些的肉啊 这些的食品啊 才刚刚去哪个雅典的神庙里面 刚刚拜完拿回来的 所以基督徒呢 信了主以后呢 就有一种挣扎 到底 这个有没有拜过 那有一派的人认为 只要是拜过了 吃了就拜坏了 我们就误会了 有一派的人认为 基督徒有制人 我们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 所以吃也无妨 所以感谢就吃 所以就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就产生两派不同的说法 彼此之间就有一些的争论争议 所以我们看讲义 所以保罗在这段基督徒里面 主要是在讨论 吃祭拜偶像的食物 保罗所说的知识 是指责这一类的知识 就是指责到底基督徒可不可以吃 或者应不应当吃 保罗在这方面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他为着当时处在哥林多城市的 这些弟兄姐妹 因为这里充满了各种不同 宗教节旗庆典 所以基督徒的社交生活 难免面对这一面的困扰 因此保罗特别为这样的一个情境 提出他的看法 好 我举一个例子 在台湾有很多的节旗 不是只有这样 台湾话叫做酒建交 对吧 所以建交的 你们叫建交吗 OK 建交 建交对 所以我发现我们是不同年代 OK 现在还有 对啊 对对对 很多的很多的这种社区 甚至他的community里面 整个城市的 这个 我举个例子 拜王爷的时候 这个或者是要盖大庙的时候 都整个社区里面大家宴请五六百座的这种的 那么如果你是里长 或者是你是乡里干是什么 你是非去不可 对吗 或者是有时候你像台湾人怎么样 要盖大楼一样 要盖之前先拜 拜完了以后 吃完了以后 然后才开始开工 对吧 你不拜你不开 你不吃这个东西 他们不开工的 你懂我意思吗 哈喽 了解我在讲的吗 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到底去吃还是不吃 那开工典礼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你不开工 你不拜 工人就不开工啊 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安全感啊 你不拜的话 万一在建筑的过程当危险出事的时候 不出我们眉头 我们没有人敢盖 你懂我意思吗 那到底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老板 诶 这个Lawrence 如果你是正好是建设公司老板 你怎么办 所有的工人就等你拜啊 那 新成哲理 新成哲理 是基督徒 这个只是一个 俗事的仪式 所以 不拜 他说你不拜 我就不开工 好你自己干嘛 那怎么办呢 诶 这个是面对我们华人很多的挑战 我们拍戏的时候 他一定要拜的 啊 我们拍戏的时候 是一定要拜的 拍戏的时候 我们基督徒就站在旁边 他们拜他 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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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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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因为他会觉得这是心安嘛,对不对,才有神明的保佑,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华人的基,华人的基督徒当中,我们会有这一类的问题,那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是里长,然后今年这个,你是建交,你飞去不可的,那你怎么办,建造的建,然后交,我不知道怎么写, 一个石头,那么那个建交的意思,我这个还在解释,建交怎么解释,来,做酒啊,做酒啊,那应该就是每一个,在台湾每一个地区啊,他们都是每一年啊,都会轮到说,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大拜拜,拜什么神明,然后整个礼啊,那每一户都要就摆那个流水石,然后请那个外面的人啊,就吃了这种,吃了这种,那好几天, 是这样子,对,在中南部这里多,对,中南部这里多,好,如果你到屏东地,啊,那个东港去,哇,那更不得了,这个是大都不得了,所以,所以各位,我们华人基督徒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会面对这类的问题, 也有很多人,他们不是不愿意信住,而是因为他们这一关过不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有时候就拦住他们是耶稣,你懂为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正义讲得清楚,所以他们就能够知道说,这个东西是可以overcome的, 好,我们等一下慢慢来谈,OK,所以保罗在这一章里面,他的重点不在讨论食物,保罗的焦点在于知识跟爱情这两件事情的一个比较, OK,我们看讲义的第三段那个地方,很明显的哥利多教会有两种不同的派言,有一派的人认为偶像是虚假的,算不得什么,食物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只要存在感谢的心领受就是了,不必受任何的挟制,因为基督徒是自由的,我们大哥释怀的享用美食,不必要有太多的机会, 那意思就是什么,诶,这个可以吃吧,那个大拜拜他邀请我去,我是里长,然后我就去啦,就吃啦,因为偶像根本算不得什么,所以这些呢,怎么样,食物都是神所吃的,结果怎么样, 吃就对啦,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瑕疵的,因为我的里面,我知道偶像根本nothing,right? 所以你就是拜了,不管你怎么拜都无所谓,因为我知道这个一点都不影响,所以保罗在看到哥利多教会当中,有一派的人是这样讲,你说对还是不对? 对,对,从真理来讲,对,因为偶像真的算不得什么,对吗? 而且这些食物也不会败坏我,对吗? 诶,耶稣不是说吃进去的不会败坏,从里面出来的才会败坏人,对吗? 所以吃进去的是不会败坏人的,诶,这个真理一定要抓住,对不对? 从里面出来的才会败坏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从真理来讲没有问题 诶,我还不要下结论了,我只是先讲到这里,从真理来讲没有问题 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吃进去偶像的东西,也不会误会我们 但是另外一派的人认为,食物是被祭拜过以后,那个污就已经污秽不胜洁了,受到了偶像的影响 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吃进去偶像的东西,哇,那有另一派了 所以各位在教会里面,所以各位,哥林多教会是怎么乱的? 你看到这个教会从一开始第一章我讲就是一路乱,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挣扎在里面 所以在这里提到了,所以保罗就不再讨论这个吃还是不吃的问题 保罗在谈到有关于吃剂偶像的这一类的真理的知识 还有怎么样在真理里面运用爱心,这才是我们的重要 OK,好,那我们来看第四段,保罗从经文的本身来看,他不是在讨论食物 保罗所关心的不是我们对于吃剂偶像的食物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保罗所在乎的知识,如果没有显出爱心来,这个是他的重点 知识有没有显出爱心来,因为没有爱心的知识一点用都没有 没有爱心的知识也不造就的,保罗的立场在第八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 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了也无饮 这是核心,第八章第八节这里,保罗说的,吃了也不吃也无损,吃了也无饮 所以会说保罗的立场是都可以,你要吃你就吃,你不吃就不吃都无所谓的 因为偶像根本算不算什么,但是一个问题来了 保罗在整章的过程当中,他不是为自己,照他自己对真理的知识他是自留的 你懂我意思吗?好咯?你要看圣经里面,那里说怎么样?这等的知识,你看第一节那里说 论到记偶像之五,我们晓得我们都有什么?知识 所以今天坐在这里呢,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从这一刻开始,你都有这个知识 因为你知道,偶像算不得什么,既拜过偶像的食物也算不得什么 所以呢,你存感谢的心,吃就对了 你去市场买东西,如果在克林多的当时的教会里面,你也不要到市场的那边去问说 哎呀,你们这个肉有没有去雅兼女神庙那边拜过啊,不需要问 你买了就回去就吃就对了,你懂我意思吗?甚至你的家人回来,哇,今天准备的特别 你也知道可能是他们有记过点或者什么样,但是你也不要问,你坐下来感谢吃就对了 哈喽,你听懂我怎样的意思吗? 有没有意见? OK,我知道我们在美国不太会有这种问题 但是你在台湾,在中国,在香港,你会面对很多这种问题 对,所以呢,让我们在这一方面有一些的学习 OK,好,那我们就看到第六段 但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爱心 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圣经的知识很多 但是我们爱心不够 有一些人懂了一些神学,或者是有一些的经验就高举自己所知道的 而忽略人的需要跟感受,一直保罗说 如果他自己以为什么都知道,其实他是自己也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这里经文第八章第二节说 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 昨天我听到多人在讲道的时候他就说 当他信主越久,他就学得越权费 因为信主越久,他发现他什么都不知道 真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很多人其实我们越认识神,我们越了解,越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发现神的丰富不是我们可以了解,我们可以知道的 所以呢,我为什么说知识不能造就人,为了爱心的造就人 碰过这样一个例子,我举个例子来说 有一个妈妈她,她还是犯了一个很奇怪的病 可以说就是说绝症 那也很少看到这个病 所以呢,有一天哪,几个医生都要一同会诊 一同会诊 所以就把这个妈妈带到这个会诊室给一个会议 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她也是一个基督徒 她是基督徒,她也是那个会诊里面其中一个医生 然后坐在那里的时候,所有的医生就开始跟她的妈妈解释 这个病的病情 讲了很多这个所谓的医学上的术语 其实呢,那整个的二十分钟当中她的妈妈是听都听不懂 反正就听起来就知道就是没救就对了 那这些医生呢就是在很花时间 而且很用心地告诉她这个医学的名词 然后这个时候讲讲讲 那就告诉她说,我们都建议 那这个就是你儿子的困难 所以我们让你完全了解 你觉得对这个妈妈有什么帮助没有? 其实一点帮助没有 她也听不懂的是什么 但是这个基督徒的姐妹就坐下来 在旁边说 我知道你可能听不懂我刚才讲的是什么 但是有一件事我知道 你即将失去你的儿子 你的心里非常痛苦 我知道做妈妈的心 这个妈妈就大狂了 你觉得这中间有什么不同? 这些医生有很多的知识 但是他们却没有那个爱 对吗? 可能这个妈妈也知道 我的儿子可能是没有救 但是她所需要的是有提会她的心 各位我举这个例子这样你懂吗? 我讲的这个例子是真实的 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告诉我 她说当时我看到那妈妈 这些医生讲完了就出去了 她一脸疑惑绝望 不知道是谁 但是这个姐妹坐下来安慰这个妈妈 这个妈妈就放生大忙 这个才能造就人 你懂我意思吗? 我不是说讲那些知识不重要 但是对这个妈妈没有什么好处 对吗? 你同意吗? 所以保罗就是在讲这个 你跟他在讲一大堆的神学 一大堆的真理 不是不好 那问题 有没有造就到这个人? 有没有帮助到这个人? 这才是重点 对吗?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 如果有人以为他自己什么都知道 其实他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记得有一次师父跟我两个人 他去另外一个小组 我去另外一个小组 那个礼拜我讲了一篇信息 就是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释放开来 所以那个小组的小组聚会的时候 他们就分享了我主日的信息 结果我去的那个小组呢 正好有两个弟兄 都是在神学院的延伸部读书的 而且一个是医生 一个我忘了他做什么 就两个人都是很厉害的 哇他们两个人就 那正好那个医生 那天带那个小组的讨论 他就说 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捆绑 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释放 他说释放跟捆绑 这两个动词 都是过去完成式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过去完成式 什么叫做过去完成式 就是耶稣当时在地上活着的时候 他已经胜过了黑暗的全式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耶稣里面 已经胜过了 所以是过去完成式 所以我们现在不用害怕 我们就可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 然后呢另外一个他就说 不我觉得那个是 应该是现在进行式 意思就是不是当时做成了 而是现在持续不断的进行 所以两个人整个晚上 就他们两个人在那边讨论 是过去完成式还是现在进行式 那我坐在那里 不上山 然后呢旁边的弟兄姐妹也不知道 这到底在讲什么 你懂意思吗 然后最后有一个姐妹就受不了 她说说 好了我知道了 但问题是在这里怎么释放 怎么捆绑 你告诉我们怎么做 结果那个医生说 感谢主 还有牧师在这里 那就请牧师来做 这个我也不会 所以我就发现 那天我听完了以后 我也说 我也不会 我就觉得我已经没屁里 整个晚上已经讨论四五十分钟 现在进行式 过去完成式 他那个希腊文 然后我不是说体已经不好 但是对那个整个消息里面 没有造就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 我很frustrated 但是四五回来很开心 哇他说今天几个晚上的机会 神很同在 我说你们小组发生什么事情 同样用那段经文 他说今天我们在分享 他从那捆绑 跟释放的时候呢 有一个弟兄 他说他的心里面 有一个东西被捆绑 长久以来没有释放 然后他就分享说 这个人也是一个牙医生 他就说因为他的爸爸早过世 所以他的大哥大大很多 所以大哥就代替父亲的子 这个位子 所以大哥从小就管他管得很严 所以他很讨厌这个大哥 他很恨这个大哥 后来他长大了以后呢 他就不跟他哥哥来往 你知道吗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他不跟哥哥来往 他觉得这个是他心中的一个恐怕 所以那天晚上他就分享出来 结果他在分享的时候呢 那个医生那个时候差不多四十出头而已 但是在角落那边有一个弟兄 六十多岁快七十岁 听他在讲这个的时候 这个老弟兄就一直哭一直哭 然后师父就转过去 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 然后这个老弟兄 我就是那个哥哥 其实他不是他的哥哥 而是他是另外一个哥哥 曾经对他的弟弟是这样 你知道吗 结果他的弟弟也很久不跟他来往 他的弟弟在东岸都不跟他来往 十几年都不打电话给他这个哥哥的 所以他听到这个弟弟的分享 他说他感觉到啊我的错就在这里 结果这两个人 一个是被哥哥捆绑 一个是呢是没有得释放 为了弟弟对吧 所以师父那天就把他们两个 带到中间 两张椅子 就坐着 一个代表哥哥 一个代表弟弟 然后呢这个牙医师呢 他代表弟弟 然后师父就跟他讲说 你好不好 哥哥就说哥 我原谅你 我爱你 那两个人 其实他们两个人互不认 就是根本没有关系的 他们坐在那里 结果你知道那个牙医师喔 他就忽然间站起来 跑过去抱着那个弟兄说 哥 我原谅你 我爱你 然后那个哥哥就抱着说 弟我爱你 我就 哇 那个晚上所有人都哭了 然后就 里面的结都打开来 你知道吗 里面 被捆绑的 被释放的 都打开来了 对吧 没有过去完整事 也没有现在进行事 我的问题是在这里 知识叫人至高至大 我有爱心的格照 阿们 结果他们两个人怎么样 那天等事吗 我告诉你最奇妙 是这个哥哥 因为另外的这个哥哥 已经不在了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老人家 他的弟弟 不知道为什么 在另一个聚完会以后 没有几个礼拜 他的弟弟居然打电话 十多年没有打电话 说哥 今年圣诞节我要到西岸过来 到加州这边过来 我可不可以住你家住几天 这个哥哥就不可能 所以我知道得释放以后 他做的事情就解开来 你知道这次师母 你有机会听他讲 其实师母最近他写了一 写给他所有的兄弟姐妹 一段他对妈妈的感受 他写完了那一段以后 他觉得 师母有一个感觉 就是 如果他们的儿女们 他们的兄弟姐妹 如果不管妈妈过去怎么样 你没有原谅妈妈 仇敌就会因为这个抓住妈妈 使他继续受苦 所以一定要祷告 释放了以后 他就可以离开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师母做了这件事情 还有最近她的二个 他们家里面 被妈妈伤害的最多的 就是他们两个人 而这两个人 不约儿童的做了这件事 我的愿望今天早上就走了 我觉得在属灵里面 真是powerful 对吗 但是我的问题是在这里 我们懂这么多的圣经这里 如果不在爱心里面 去造就别人 那个真意一点用都没有 你同意吗 对 心情没有过出来 是 所以保罗说 如果他以为自己知道什么 其实爱他所知道的 他根本就是不知道 对吧 就像我回来 所以我看到师母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很兴奋了 他回来说 哇今天晚上小祖里面 真的太棒了 我的满头脑都还在记得 希腊呢 现在进行资格过去 所以各位你知道小祖的重点在哪里 小祖重点不在讨论圣经知识 小祖的重点在分享生命 我再说一次 只有爱心能够感觉 对吗 只有你在祖里面的生命 才能够影响生命 OK 各位保罗在这里不是否定知识 他只是重点在这里 知识如果不是在爱心的动机底下来运作的话 那个知识是没有用的知识 Amen 有一些人就说 那保罗就讲知识不重要 或者成功是说 神学训练不重要 Totally wrong不是的 你有这样的装备更好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祖里面的爱心 Amen 好 我们继续 所以呢 保罗不是在反对支持 而是在反对没有爱心的支持 OK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所以在整章呢 保罗 他说空有神学的理论 反倒第二个 没有爱心的表达 在人知识的只是叫人赤刀赤刀 不但对人没有帮助 反而有时候还会伤害人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在做一些圣经讨论的时候有人受伤 有 那语音在哪里 没有在爱 各位 法利赛人跟文士也是一样 他们懂得救约一切的律法 他们懂得救约一切的疑问和属神的知识 但是他们却没有怜悯的心 对吗 他们说 这个安息日的时候人掉在水溝里救不救他 他们居然讨论这种问题 有一只牛在安息日掉到水溝里面 要不要救他 各位要不要救 要讨论 要救 当然是要救啊 但是 犹太人就说 安息日不可做工啊 所以换句话说 各位有知识 也不一定有怜悯的心 所以我想这个包括我自己 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提醒 Amen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提醒 所以我们到第二 page 第二页的第二段 所以我们应当注意第一节 那里保罗提到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就是 至高至大 跟造就这两个字 至高至大 是同胀自己 造就 是提升别人 使别人变得有价值 在第二段里面 我有提到 使别人被帮助到 使别人觉得有价值 所以每一次小组聚会的时候 各位 我们的分享都希望能够提升别人 我们的分享希望都能够把别人的价值给提升出来 而使别人得到帮助 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 不是在那边炫耀我们对圣经知识的了解 或者是我有读了多少神学的理论 小组重要的是 我的生命可不可以来提升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我的分享可不可以使我一个软弱的弟兄 可以重新 可以被建立起 这是我们的重点 OK 所以呢 保罗不是反对知识 而是再一次的强调爱心 我们如果能够在爱心的动机底下 来运作我们的知识 我的结论就在这里 有爱心的人做事有一个坚定的原则 凡是能叫别人得建造的 他就努力去做 凡是不能叫别人得建造的 他就不做 所以其实我们一个人的脑袋里面 我们所能够知道所能了解的很有限 但如果一个人自以为在神的事情上 什么都知道 在神看了 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各位我们的小脑袋 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 没有办法完全的认识神 所以保罗在这里在第二章 其实他就讲到了一句话 保罗我们第二章我们曾经讲过 这智慧 事实上有权有慧的人 没有一个人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了 就不把荣耀的主定在十字架上 对吗 所以那些定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人 是谁 就是那群有智慧的人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那群自以为认识神的人 是那些人定耶稣基督十字架 神 祭司 魂师 法利塞 对吗 所以其实他们知道吗 他们根本就不认识神 简单讲就是这样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早就不会把耶稣基督十字架 所以这就是保罗在提的一个东西 好 好 那我们看到第四段 基督徒的行动不但依据他的知识 好 我们依据知识的行动 不一定为外人了解 但我们依爱心的行动 能够触摸人的心 对 所以换句话说 各位我们一定要凭爱心行事 对 很多人说 我们是按着真理的原则在讲 友姐妹我不是 我不是反对原则跟真理 但是我常常觉得 我们怎么样在真理的原则底下 然后运作的有爱心 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对吗 我们也在圣经里面看到说 怎么样 要爱心说诚实话 但是问题我们就常常发现 诚实话是讲的 但是就是很没有爱心 这个很难的 那这个要操练的 我怎么样能够讲到 有爱心 但是又能够坚守原则 这个是我们需要神的责备 Amen 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 有人跟你讲 你觉得很有原则 但是很没有爱心 对吧 你有经历吗 太多了 来 举个例子 有没有 我以前在这个大陆的那个教会 我是一个怎么讲 就是很多东西就是说 所以我们不可以 他是一个那个说音 和伯顿的人 对 那有一次呢 在教会里面 他应该是调报会 然后有一些 新来的那些朋友 他后面在聊天 在讲话 然后我就 但是我们在前面再进来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站起来 就说 你要来就来 不来就来 我们这里 欢迎你来 但是你来 你没有在清淡 你就在聊天 然后你以为 我们在前面唱歌 你也在那边唱其他人 就很乱 然后我就站起来 就说 那清淡你来 而且我很凶 然后后来那个传教人 跑来说 哇 这样子 不好 那我那时候在讲 所以我后来我自己 我这样做 好像是 维护那个 整个教会的 这个规矩 是这样的 可是呢 这两个人 他离开的时候呢 搞不好不会再回来 也不一定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那时候自己在想 对啊 这个有爱心 但是呢 你又觉得你被 被这个怎么样 你在整个人群细啊 你已经受搅动了 你不能安心静态了 对 那我那时候 就这样 就有这样的状况 那我就做了 这个测试 OK 哇 很精彩 今天一个故事好不好 个人的经历 所以 其实就是很typical的 这个也 都会发生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身上 所以把我 他 你说这个这样讲 也没有错 这个事情原则是对的 但是表达的方式 可能还可以更好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都 都可以群细 所以保罗 第四段 所以保罗说 保罗论到吃鸡偶像的食物的时候 他没有说该不该吃 他却提到了知识跟爱心的问题 各位知识是分出于分别上人数 我再说一次 知识是出于分别上人数 该 与不该 这背后的 小心 有时候从底会工作 那爱心是出于神 因为神就是爱 那是从生命数出来的 底下有这段情细 我觉得很好 我们一起来一遍 来 亲爱的弟兄 我们应当彼此相来 一起来 来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 都是从神生的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各位你看到了没有 这里告诉我们说 凡有爱心的 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有神的知识在他的里面 没有爱心的 就不认识神 虽然他有神学博士的学位 但如果他没有爱心 他就根本就是不认识神 Amen 但是如果他有爱心 这个爱心是从神而生的 就算他没有任何神学的学位 但是他就是认识神的 对吗 所以这是保罗看到 我们基督徒在运用知识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的原则 所以 哥里多前书八章三节保罗就是说 若有人爱神 这人是神所知道的 这个知道原来也就是神所认识的人 对吗 所以 一个人真正如果有知识的话 他一定第五段 他一定会体会神的心 他能够爱神所爱的 在关心神所关心的 而这些真正认识神的人 会去做一切神所关心所在乎的事 而这些爱神的人去做的一切 虽然别人不知道 但神一定知道 对吗 所以换句话说 真正爱神的人 他是非常体贴神的心意 那才是真正是神 他很了解神 他爱什么 他在关心什么 所以爱神才是真正的知识 我再说 爱神才是真正的有知识 所以这等的知识呢 他不是从 在这里我有写到 因为这等的知识 不是从理性的了解而来 而是借着与神亲密的关系 所产生出来一种的经验 而所领受到的启示 对吧 所以各位 我们要竭力追求多认识神 这个不是说你要多查经 多去研经 或者多参加神学课程 而是我们需要跟神 建立以亲密的关系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我就一直觉得很不 我灵里面都觉得很不稳定 而忽然间我就觉得 神有送亡口 há Chair 有一个吹逼在我的里面 好像这几天我就觉得 神要我放下所有的一切 单单的与ろう 我介绍了 another one 我就觉得神有一种 每次都在做 各位有没有可能 我们都一直在做事 一直在服事一直在服事 但是却少了跟神 与个很亲密的关系 不是服事不重要 但是我觉得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比服事更重要 Amen 所以我就感觉到说 最近家里的事 然后还有教会一些的事情 然后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多 然后就越来越觉得 每天都在应付 就是每天就在穷忙于这个什么 解决或者是应对这些需要 而忘了自己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 所以这几天我就 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垂鼻 感觉到神就告诉我说 放下所有的一切 单单去亲近他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过 礼拜天讲闻到了 赶快再准备 礼拜二祷告会又来了 礼拜二祷告会完了以后赶快 礼拜三又要去哪里了 也会开始写讲义了 因为礼拜天又要教这个了 然后到了礼拜五又要去小组了 小组完了以后赶快 礼拜六又要去Temple City的 Temple City完了以后赶快 礼拜天早上又要讲道了又要教课了 下午又要去开会了又要什么的 每一天都就是这样 然后呢就觉得 好像3号少了什么 每天也都读圣经 有没有可能传统人读圣经都是为了要讲道的教课 哈啰 给点feedback 有可能吧 我就告诉你我就是有这个问题 对不对 但是还好谁会提起我 各位我们读经祷告不是为了我们要赶进度吗 对不对 有人说你今天的那个读经读了没有 你没有按赞 如果是在赶进度 我不是说不好 对我们的生日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造就 Amen 但是如果处以真正渴慕神去读的 就算两节三节都很好 Amen 那你说哪一个重要 两个都很重要 对吧 今天早上我一大早起来看到Jeff 在他的小组的群里面就说 终于快要读完今年的读经季度 这是他第二次读完整本圣经 然后我就给他贴上了 诗篇第一章第一篇第二节 他想 especially 史先瞻但里路 Итак 他要向一棵树再沉稀水 Frage 祷告的时候说主啊 帮助陈牧师不要为讲道去读经 可以吗 主啊让他为了爱你 所以他去念圣经 可以不可以这样为传道人祷告 我告诉你 我真实的经历 不要轻看我 比如说 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 愿望能了识智慧和学会 所以真正的知识 真正的知道是敬畏耶和华 也就是了解神的心 知道神要的是什么 第二个我们谈到知识与爱心 那我们现在谈到知识与自由 保罗说 我怎么说呢 岂是说记偶像之物算的什么 或说偶像算的什么 我乃是说外方人所献的记是记鬼 不是记神 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 又回了 保罗讲了这个知识与爱心之后 保罗又拉回来谈有关到底吃记偶像的东西可不可以吃 那个记偶像的东西啊 我会鼓励各位 能不吃就不要吃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保罗说 虽然偶像算不得什么 这些食物也算不得什么 但是保罗也提醒我 这些食物是记鬼 你懂我意思吗 OK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状况 你是 你没得选 你存感谢的心 就解禁 alright OK 好 等一下我们会再来谈 好 我们看讲义 所以呢 第四节之后 保罗又回来谈关于知识跟自由的问题 基督徒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真实的享受在基督的自由 所以意思什么 叫做享受在基督的自由 食物不能捆帮我们 偶像也不能捆帮我们 所以基督徒我们有一种自由 吃也无访 不吃也无损 对吗 所以换句话说 有这种的自由 这是保罗的一个 但是呢 有时候我们吃 结果会叫人跌倒 保罗说 这个自由会不用 如果我吃会叫人跌倒 那我就宁可不吃 这是保罗的另外一个历程 所以知道偶像是虚假的 他是照着人自己的第三页 讲义第三页 他是照着自己的想法出来的 因此敬拜偶像的东西 没有任何的效用 怎么可能使食物污秽呢 所以保罗认为 使人犯罪软弱的不是食物 而是我们的态度 你把它highlight起来 使人软弱犯罪的不是食物 而是我们的态度 和我们的信心 我个人认为偶像算不得什么 但是我们不可忽略偶像背后 撒旦的诠释 这是我们必须谨慎 好 所以你看到保罗在这里说 虽有什么 虽有称为神的 或在天或在地 就如有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 就是父 万物都归于他 我们也归于他 并有一位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 我们也是借着他造的 各位 我们的信仰里面只有很简单 就是什么 一主 一信 一神 一喜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说 那因为哥林多教会在那里 哥林多城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偶像伦历 所以保罗才会说 有什么 许多神 许多主 但并不代表 真的有许多神 许多主 因为那些偶像是按照神 议去造出来的 而神确实只有一位 对吗 所以换句话说 保罗的意思是什么 那些都算不得什么 不管他是 各位 你知道在台湾 你知道台湾的神明有多少个吗 台湾的神明在内政部注册有余的 四百多个不同神明 还有一个 你知道在奉山陆军官校旁边 有一个蒋公王爷庙 连蒋公都变成了王爷了 你知道吗 所以台湾是什么都拜的 大树公 对吧 一棵大树 挂个红布 大枪公 对不对 九桃公 什么公 什么公 一大堆 雷公 对吧 闪电婆 对吧 什么都拜的 台湾的民间信仰 内政部登记有案的 四万多个 许多的神 许多的主 那神其实是自己的 阿们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保罗说 其实那些都算不得什么 都算不得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第三页的第四段 所以保罗知道处在当时 希腊罗马文化里面 许多的各种神明 许多人因为不知 因为不同的需要 创造许多不同的偶像出来 事实上这些神明都不存在 这就是保罗所说的 有许多 虽有成为神的 但事实上神 各位 我有一次我在台湾 坐计程车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计程车司机 那个照护镜底下 一大串 那个香 这个怎么讲 香袋 香包 对不对 我就问他 我说 我说 司机先生 你怎么这么多啊 他说 哎呀 你不知道 我带客人一会去那里 十八王宫什么麻祖廟到处 反正客人去到那里 我就顺便去挂个箱 然后就给他挂到那里 所以就几年下来 就一大船在那里 真的不得了 我没有 我不知道 对 我想少 我说都有二三十个在那里 那我就开 他在开的时候 我就跟他聊天 我说 那你觉得去这么多 哪一个比较有零 他说 你不知道 这个是保什么 那个是保什么 哇 都讲给我听了 那我就问他 我说 那如果今天你开车出去 不小心碰出了一个车祸 请问这哪一包会保你的 是谁负责的 那那个司机说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说你挂这么多 就是要保平安 但今天出去的 如果撞车的 这里面这二三十个 哪一个要负责任 然后他跟我讲说 哎呀 挂个心安的 那我说那里更糟糕 你挂个心安 如果他是真神明 他就知道你不是认真的 怪不得你出车祸 他说 哎 年轻的人 你很会讲 所以我就在车上 跟他传福音 我说神是名为 这些我都知道 出发点都是好 但是他不能到 只有一位神可以帮助 Amen 所以各位 你这样做起来 可不可以传福音啊 可以啊 就从香包跟他开始谈起 对不对 哇 他谈完了以后 接受 那时候我们在华城念书的时候 结束了以后坐下来 我就说我可不可以 他没有信主 但是我说我可不可以 为你做你的祷告 我说我希望你听进去 我跟你讲的话 神这有一位 这些包包啊 都包不了你 但是神可以帮助你 你要相信 哇 结束了以后呢 他说 哦 谢谢 谢谢 我要给他车发费 不用 谢谢 今天你很祝福 一百多块钱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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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各位 我的意思是 得不得神秘都可以成功 Amen 我要再说 神之有名为 一主一信 一神一喜 对吧 所以关键要说 这些神灵东西说 Do is nothing 这个是从保罗的真理里面来讲 所以吃也无法 不吃也无所 对吧 好了 那我们看到了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七节 所以 但人都不得有这种知识 重点在这句话呢 保罗自己有这等的知识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知识 关键啊 这是所有的 但人都不得有这等知识 那个但人是指什么 那个人是指谁啊 各位 那个人就在 你看你的这个 第九节 你看到第九节 只是你们要谨慎 恐怕你们这次有 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 这里说 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 那个人就是指的那些软弱的人 那谁是软弱的人 好 我继续念 如果有人见你有这知识 在偶像的庙里作息 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 岂不是放胆去吃这偶像之物呢 因此基督为他使的那软弱 软弱是指谁 这等人是指的那些 在信心上软弱的弟兄 保罗不是在讲那些没有信主的人 没有神的知识 保罗是在讲那些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 信了主 但是在信心上软弱的人 保罗说要为他们的言故 所以继续看下去 所以呢 基督为他使的那软弱的弟兄 也因为你的知识而成了 你们这样得罪弟兄 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 就是得罪的基督 所以食物叫我的弟兄跌倒 我就永远不吃肉 免得叫我的弟兄跌倒 我们再回到第七节 但人都不有正等的知识 只指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弱 很弱的弟兄姐妹 保罗说 因为他们到如今拜灌的偶像 就以为所赐的基督 借偶像之物 是有能力的 各位 我要说有一些人信了耶稣 但是他还是受得过去拜偶像的观念的影响 你懂意思吗 好了 所以有没有可能这样的人 有 我以前我跟你们讲过 我以前教会的 在台湾我第一个教会的一个执事 我要结婚了 要去娶师母了 结果他跟我讲说床有床神 对不对 那我第二个教会我去 有一天我在盯那个盯 我跟陈师傅去高雄幕会 然后我们就想把我们的客厅 弄得漂亮一点 然后那个时候陈师傅 刚刚好怀孕 那我们在盯这个盯子的时候 他们就说不可以盯喔 不是啊 我下一天 我说以为教会的墙壁不能盯 你知道吗 他说这样叫做打盯啦 这孩子会不见的啦 我天哪 这些都是教会里面的老信徒耶 Amen 有没有 有 我在高雄幕会的时候 有一个老太太 她儿子是开计程车的 后来信了主 那信了主以后呢 因为他们住在高雄 一个比较低洼地区的地方 所以每一次到了暑假的时候 下雨的时候 那个水都会淹到里面去 因为他们住的是低洼地区 所以呢 他每一次还没有信主之前 他就去问很多的那些看日子的 看这些 这个叫什么 这些 看风水的 那些风水的人都跟他讲不能动 你这个动的 你的动太衰 然后犯冲什么 你这个不能改什么 他吓得半死他都会 每一年就是在那边摇水 你知道吗 后来他信了耶稣 因为他的儿子内部 后来信了耶稣 有一天一大早 他跑到我们教会 那时候我们住在教会上的 牧师的书生 一大早 不到七点 叮咚叮咚叮咚 我想 今天怎么按夜里按这么急 我就下来 他说牧师啊 你给我看一个日子 我说 我给你看什么日子 他说 我跟你讲 我上个礼拜受洗 我家里面那个火锅啊 你知道吗 他说你给我看一看 什么时候 上帝说什么时候可以盖啊 他就问我说 我都不知道我做牧师还要看什么 后来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说姐妹啊 这样子啊 我告诉你 没有下雨就是好日子 赶快去做 他很开心很单准 他就回去 哇很开心 他到牧师说没有下雨 就是好日子 当然那你下雨 你怎么做头顺眼 对不对 所以他回去 哇就叫水 水泥师傅来 就开始弄弄弄 搞了半个多月 弄好了 然后呢 举行家庭礼拜 请我去 信耶稣真好 因为牧师说没有下雨就是好日子 各位 信的主以后还没有那种观念 看政治啊 不要说我们这样讲 我相信就在我们教会里面 也有人架娶开店做什么 还是有人在看政治啊 有时候我在跟弟兄姐妹聊聊 说说 那黄历看到什么时候 我说没 你姓属哪看黄历 各位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 因为拜官的偶像就以为偶像是有力量的 或者是这些是有瑕疵的 或者是这些是有瑕疵的 所以他心里面还是有害怕 但是我们属灵的人 要因为他们有这种的软弱 有一些事情我们要谨慎 要顾虑到他们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保罗说 其实如果我坐在那里吃 其实你答应 你懂我意思吗 各位 牧师喝红酒可不可以 可以 可以吧 你们是哪一个教会 但是如果我坐在那里喝红酒 会叫一个地龙天堂 我连肯定喝都不可以 你懂我意思吗 哎呀原来牧师可以喝酒的 所以他觉得酗酒可以 那这个我就完蛋了 喝酒和酗酒不一样 对 我跟你讲 我是圣餐杯那一杯 我就可以倒了 哦 那是你啊 我跟师母刚约会认识他 我去我岳父家 我岳父自己量 就给我一个像圣餐杯那一个 我就给我一杯 他想说女朋友的八华 一定要撑场面一口下去 吃饭的时候碰着 就这样 十五的八华说 这一小杯就倒在那里 所以各位 我的意思 我现在不是要谈红酒 我来谈就是说 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 会叫别人 我们也肯定要做 Amen 这是保护我们应变者 好不好 所以我很快地抱抱他 所以因为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 所以东西是不会误会人的 但是人的良心若软弱 那个东西气得 所以叫人跌倒的 不是食物叫人跌倒的是 我们的态度跟我们的信心 Amen 所以结论就跟这里 好 我们时间到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各位 我很快点再说 保罗 选择不因为他有知识 而是软弱的弟兄 因此 所以我要说 各位 吃与不吃 都无所谓 你懂意思吗 但是我会鼓励我们不用结论 如果特别有像这种的 如果你能够不要 我还是觉得不要 因为我个人认为 是借偶像的东西 就是寄贵 所以呢 我们尽可 不要有参照 但是如果在一种 没有人告诉你 你不需要为自己的良心 欲言顾问这个事情 保罗 等一下到第十章 我们会调整事情 不要为良心欲固这张 凡神所赐的 多感谢 Amen 各位你记不记得 彼得 有一次在楼顶上祷告 他见到一个异象 那个屋下来 全部都是不洁净 对吧 他说我不可以吃 但是神告诉他说 凡我所赐的都是洁净 这是余后者 Amen 好 求主帮主 一起祷告 主 主